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張偉傑是一位來自香港的年輕人 現在就讀於廣東金融學院 今年大三 來到內地之後 認識到不同的朋友 也學到當地 港爭和北方的文化 因為宿有也是北方的 讀國際金融 你為什麼會從香港來到內地? 很簡單 因為香港下午後 進去大陸 最主要是我們內地的學校 以下以上 是香港政府成年 今天到來讀 那內地讀書有什麼優勢? 有一學就比較便宜 它免了一部分 比大大半 第二 中學感覺 第三 可能是以更低的分數 成立到更好的大學 還有 呃 叫做緣中的大學夢 作為在內地讀書的香港人 韋傑對香港和內地的生活會有什麼不同的感受呢? 其他內地讀書很辛苦 去坐牢 不是說坐牢 只是比較刻苦來的 他們很早起床 又是早吃飯 以前真的習慣了香港 他們的食飯時 可能北方的地方 可能六點幾天吃飯 可能再早一點 搞到我現在五點幾天 香港的朋友某程度 年輕人說得會放 內地那些可能比較嫌疏 哈哈哈哈 對 文化方面 內容 可能香港就是 知道你剛才講過 香港很多政治 新聞上的事情 內地會比較少 要說什麼 說讀書 說說給他打遊戲 文化最有差異 但沒什麼 其實我覺得做人最重要就是 最有識包容的轉場 這個世界有這麼多種人 一定有這麼多種意見 包容的轉場 這個社會才可以盡量 韋傑來到內地之後 最大的興趣就是武術 每天一般都會練習兩到三個小時 有時甚至會去到八個小時 平時還會教身邊的同學玩拳 我打這一下就只是騙他 我沒有騙他 我沒有騙他 我可以騙他 我可以騙他 透過教鞋 我跟他一起講 我跟他一起講 他其實是想學 他其實是想學 這個難的 他就可以 中四中有玩了 有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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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就 中年就變相 我跟朋友一起去玩美春 玩楊春之後就收不到手了 自從那個我們群組建立之後 都會練了幾次以上 平時我們要出來練的話 就因為大哥打得很新鮮 自己沒有打過任何比賽 但是我會打拳 我跟朋友打得很熟 這樣都容易六十 都會手碎 我手碎 算是永春 但是我們都是不同的名牌 不同的風格戰隊 大家要互相學習 你教了我的東西 我教了你的東西 所以 大家互相 地步 有一個沒有的想要講的話 是 你是能不能知道 我學校有兩個武術團 一個叫武術協會 一個叫武術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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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武術隊的成員 就玩出直播 那裡 有時候會 晚上起床 我會做 功功的 就是晚上可能 凌晨十二點 可能會跑出去 找書 找我 那裡 武術協會裡 我是前輔的 大一大二很多就是唱卡 看電影 班落的朋友 我妹妹的生死 很好啊 他們在家裡叫我大哥大哥 寫法什麼 大哥 大哥 睡不睡不睡啊 其實 大哥跟他生活這麼久 我覺得他做人 做事方面都挺認真 特別是我去香港那幾天 一路帶著我吃好吃的 玩好玩的 真的非常 因為我 正值了香港的食用 有趣的地方 上級的小姐就不用說了 我是一個浩子 那 生活了三年 那 大家都 都很熟的了 差不多可以說 差不多 都很熟的 都很熟的了 我們會加了很多 心裡比較想法 因為今年大三 那大四 可能有一年就 考完我的保險牌 可能做一年實習 在香港做保險 一年實習 然後做完保險一年 一年之後 就在香港 做警察 那 打算做了一份檢證 可能一份 教他 一份教普通話 哦 教普通話 在這邊教普通話 很辛苦 會 真的會 因為 譬如 一上課 聽老師說的時候 都很辛苦 所有人都幫助我 即使他懂得說粵語 也好 見面也會跟普通話溝通 有時候 之前試過打開 兩個老師都很留意 我們都說得很深 預備 就變成一個 來自外地 比較深刻的 是甚麼呢 馬廳 但是我沒有 如果有一天我選擇 就比較偏向 seriously 香港的餐廳 廣場 因為吃了真的會感動 不是真的會感動 因為你不在你自己 在鄉下的地方,吃到鄉下的肉園 莫名其妙有感動 因為真的要加香的味道在裡面 作為90後一代的香港人 卫杰,將武術精神體現在生活和學習上 只要有他的地方,就會有包容和尊重 嘩,說這些呀 作曲不進步 作曲不進步 成功 創作人 非常之範 創作 作曲不進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